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整个规划 李宗盛 他以这个国土规划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的话呢 可以说照顾到很多方面 那么今天他要谈的题目呢 是过去几年来在我们这个课题里比较没有谈到 也是他在这个大的宏观视角之下 所探索的一个新的题目 就是气候变迁跟喜欢的经济 好 那我们今天欢迎李宗盛 好 谢谢 我想这个课我教了好几年了 那我今年打算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来切入 但是重点是当你碰到一个问题 你怎么样从政策上 从实践上来解决它 当然全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全球化全球暖化 我们现在碰到了都是极端气候 没有 我们不可能再自以为 用过去的方式在地球可以活下来 那问题是我身为一个水地工程师 那我们怎么办 全球化俄乌战争打到什么时候会结束 不知道 伊巴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 不知道 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 不知道 所以在这两个前提 所有的政府 包括所有的公务员 我们要make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我们在一个不知的状况下 我们要如何做决策 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很简单 这个台湾现在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跟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 它不是次推题 不是统一或独立 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选择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是什么 11月美国会选出一个新的总统 这个人假如是川普 那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 假如拜登还会继续当选 那差不多美国会维持他一个 pretty much the same strategy 所以我们一个小国 我们在一个大国竞争里面 我们如何identify ourselves 我们如何来自我定位 这个都是一个台湾的很大的挑战 这张slide是我在20年前写的 我在20年前就预估这些事情会发生 结果全部都发生了 而且发生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各位同学我提醒大家 有一门学问没有人可以教的 也没人会教的 叫做未来学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我几乎可以告诉你 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知道 要是三年前四年前跟你们讲说 会有一个病毒让全世界封锁三年 你们会相信吗 你们不会相信的 它就真的发生了 未来最大的一个变数是什么 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变数之一是什么 AI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会让一堆白领失业 以前的失业是蓝领 未来是一堆白领会失业 非常可能你们做的工作 都会被电脑取代的 问题是那你们怎么办 第一个 As a student How you prepare yourself 你们要怎么样把自己训练到 你有可以 不被取代性 As a government officer 假如是一个政府决策的人 我们如何预见有50%的人 可能失业 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 因为AI 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 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 当你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所有问题就跟着会发生 但是我不能这样子讲 这样讲的话 我这个课可能讲到今天 今天晚上都还讲不完 所以这是一个未来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北极已经连续三年 温度28度 已经连续三年夏天 温度28度了 然后从现在开始 有一个名词叫气候难民 气候难民到2050年会达到12亿 这12亿人里面包括一部分 甚至一大部分的台湾人 大部分的气候难民会在开发中国家 会在开发中国家 我记得我在2009年在西安 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古时候叫长安 我们办的一个世界精神领袖论坛 谈什么 谈那时候叫做永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 但是我们不找教授 因为教授讲的话 我们听太多了 我们找和尚 找喇嘛 找道士 找荷兰公主 找Unilever的CEO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气候变迁 结果有一个象牙海岸来的一个部长 一个看起来像小女孩的一个部长举手了 他说你们发达国家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完了 然后你们告诉我们 你这个不能做 你那个不能做 你凭什么 事实上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的问题 气候变迁 它绝对不是技术问题 它是一个深层的伦理问题 所以说未来发达国家 如何协助这些开发中国家 因为事实上所有的二氧化碳 是大家都要共同来suffer的 然后气候变迁 当然这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发生 然后难道只有北极熊有问题吗 一天140几种物种从地球消失人在后面排队 很快会排到我们的 很快会排到我们的 然后呢 事实上全世界温度上升1.2度 这样你们有follow最近的news 全世界联合国希望把温度上升控制在几度 1.5度 我们希望把温度上升控制在1.5度 因为超过1.5度 we will be out of control 可是你们会觉得乐观吗 不会 为什么 整个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推手是欧盟 但是俄乌战争把欧盟整个拖进去 把整个拖进去 世界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是哪三大 第一名可能是美国可能是中国 反正它不是one just two 第一名美国第二名中国第三名印度 印度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因为它是开发中国家 第二个美国 以前川普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们美国不承认有气候变迁 我记得那几年我们到美国联邦政府开会 大会主席就会说 我们国家不承认有气候变迁 所以待会你们开会这几个字不要讲 这就是你们不认识的美国 然后中国信誓旦旦说 他们一定要履行气候变迁的义务 那现在我刚刚讲了 万一川普再回来 在美国这八年整个气候变迁的政策 会180度重弯 那这就会让全世界会立得到一个 我们很难想象的事情 所以人类花了一千年温度上升一度 一度到两度可能就在三十年之内发生 两度到三度会在五年之内发生 为什么 它是一个几何极数的变化 大家只注意到南北极的冰融掉了 大家没有注意到被南北极的冰盖住的是什么 那万年的早气 因为过去那边是草原 所以有大量的早气被冰盖住了 所以冰融的早气释出来了 所以整个气候的结构就改变了 还有被冰盖住的是什么 万古细菌 这一万年前的细菌对一万年前的人类是无害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那是我们受不了的 所以大家觉得COVID有可能是某个实验室做出来的吗 它非常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万古细菌 所以COVID在今年一定会结束 但是我几乎可以跟各位predict 再过几年 欢迎不知道 会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病毒来清洗我们 那这跟气候变迁是相关的 到了四度的时候 有一部电影你们都太年轻了 没看过叫明日过后 有没有看过 当然没看过 没看过 把它借出来看 它在四度系的时候 这个情景就会发生 温哥华这个代号叫天堂 非常漂亮 一千年才碰到江湖 但是在2021年的夏天 温度达到50度 冬天淹大水 然后巴基斯坦跟印度可以热到60度 60度几乎是人类有办法生存的极限了 西欧叫天堂 一千年到欧洲去 但是没有想到 来了一个一千年才碰到的降雨 只有德国人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临时提防 所以现在欧洲人开始在思考 千百年来我们的城市都长这个样子 当极端气候的时候 我们的城市还有办法长成这个样子吗 这也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 然后wild fire烧到哪里 有个地方叫做yellow knife 有没有听过 黄刀镇 黄刀镇是干嘛的 要看极光最理想的地方就是这里 叫yellow knife 北极圈 现在野火已经烧到北极圈了 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然后农业 事实上人类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food security 你要吃什么 你要吃什么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农学院院长开玩笑 我们农学院要非常大方的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农学院 不用在前面加一个什么生物系统 加一堆东西 然后最后加一个农学院 因为人类未来有没有可能活下来 的关键之一就是农业 但是农业的概念跟过去农业的概念 已经不太一样了 你的灌溉系统要改变 你的物种要改变 很多东西都要改变 今天能种的物种再过五年 再过四年就没有办法再种起来了 然后呢 欧洲的企业已经把气候变迁变成什么 他们最大的crisis 最大的business opportunity 欧洲人二十年前就开始谈了 台湾到去年才终于醒过来 我们要写ESG报告 我告诉各位没有几个人会写ESG报告 所以奉献你们大学毕业以前 考上二氧化碳盘查试的证照 可能都会比你那张学士的学位 还会值钱一点 他们要把气候变迁融入公司制力 为什么要融入公司制力 碳 如何把二氧化碳降下来 如何算碳足迹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cleaner production 我待会再跟各位报告 什么叫做cleaner production 为什么要把碳降下来 因为碳是人类现在最大的最大的地缘 所以公司制力融到 然后这是台湾 过去一百年曾经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每一个点 这是我的专业 地震 防灾 我们是全世界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但是我们住了2300万人 台风 台湾几个台风 你在十年前问我 我告诉你4.5个 这个数字从来没有改变过 台风已经三年没有登陆台湾了 三年了 去年好不容易来了两个 从哪边过 鹅卵比 所以我们现在水利界很担心什么 万一它变成常态的时候怎么办 因为中南部的水资源90%是台风带进来的 台风不来 我们中南部就没水了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来worry的 水灾汗灾的频率越来越高 原重水灾的频率从19年降到2年 严重旱灾的频率从17年降到9年 不是旱就是没有风调雨顺了 过去人类的战争是石油的争夺 从现在开始 人类的战争是水资源的争夺 山上都长这个样子 超限利用 这是我们的农业奇迹 我们可以种出最好的高冷蔬菜 最好的高山茶 最好的温带水果 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我过去在政府服务场开玩笑 要解决这问题难不难 不难啊 告诉水土保持局 把药丢在这边的工程预算 拿十分之一发给农民 拜托他什么事都不要干 问题解决掉一半了 但是中华民国没有一条法律 允许我们这么干 我们就继续这么干 所以台湾是一笔糊涂账 一笔糊涂账 然后水库淤满了 台湾主要水库50座 一年帮我们续81吨的水 水库淤掉了三分之一 台湾现在一年缺26亿吨的水 水利署预估2030年水库要淤掉一半 2030年我们要缺40亿吨的水 没有地方再盖水库了 不可能做大规模轻鱼 所以我碰到你们这些年轻人 常跟你们讲说 我们实在很对不起你们 所有的水坝子水库 在我们的这一代跟上一代全盖完了 国家交到你们的手上 一年缺41吨的水 不可能做大规模轻鱼 也不能再盖水库了 那请问你们该怎么办 不用担心我待会教你们怎么办 不能再谈开源 必须要谈的是节流 必须要谈的是节流 不再是开源了 然后地盘下线 我们长期超收地下水 让我们的十分之一的西部平原 1800平方公里 全部线到海平面底下 这边在哪里 有没有去过 屏东的临边加东 海平面底下3.68公尺 我跟我的荷兰人朋友讲 荷兰人造路有什么了不起的 台湾人造海 我们比你厉害多了 荷兰是一个低地国 全国最低的地方 海平面底下5公尺 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 让我们的国土线到 海平面底下3.68公尺 还在继续呈现当中 但是现在最让我们担心的 当岸地盘下线 我们很恐惧 我们把沿海的寒水城 全部抽光了 现在屏东离开海岸线 5公里的地方 地底下的水抽出来 已经是咸水了 土壤全面研化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以后我们要吃什么 台湾的古仓彰化余林嘉义到屏东 都是地盘下线区 未来海平面上升土壤 本来就会炎化 超收地下水 土壤加速炎化 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 我们把重粮食的地方 全部拿去重电了 可是从来没人讲说 那我们以后要吃什么 台湾的粮食自主力多少 你们知道吗 三成 我们的粮食70%是国外进口的 你今天是assume 你有钱买得到粮食 但是这个assumption 不见得是会成立的 还有高铁经过的地方 一年下线八公分 高铁已经累积下线超过一公尺了 我这个演讲讲了超过十多年了 我过去到外面演讲告诉大家 听完我演讲记住一句话就好了 高铁只能坐到乌日 千万不要往南坐 这么快速的铁路 怎么可以允许它一年下线八公分 可大家都不讲 民国一百年我在工程会担任主委 民国一百年发生什么事情 高铁在彰化 因为地盘下线粮变形了 列车到了彰化 一定要刹车 不刹车 列车就要出问题了 结果有一次行政院院会高铁局 来做一个简报 他讲什么 他说我们土木工程师很厉害 我们真的很厉害 因为粮变形了 我们就把粮下面的电片抽出来 让它的变形的幅度稍微缓和一点 列车到了彰化不用刹车 结论高铁没问题了 就不讲了 高铁局那时候的副局长 后来的局长 现在的更大的一个长官 是我建国中学同班同学 我就问他 我说同学你把电片抽出来 下一步是什么 我的同学跟我讲说没有下一步了 那我就问他说 那没有下一步 你可不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我 高铁还可以撑多久 他跟我讲说高铁顶多撑10年 民国100年的10年是哪一年 2021年 可是他都不讲这件事情 所以那是院会我举手了 院长吴敦义 我说报告吴院长 高铁10年之内会出大问题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交给我来处理 我告诉各位 我开试试会 就把它解决掉了 第一个 我为什么那么有把握感 躺这个浑水 因为我曾经是台湾省政府的 水利署的署长 就是今天的水利署的署长 我们对水利单位 我们的水利单位 对彰化云林嘉义每一口水井的位置 深度抽水量 撩如指掌 我要是没有这笔账 我觉得不敢躺这个浑水 这叫什么 用现在的名词叫大数据 所以我第二次 我把相关的 把我以前的同事找回来 找他们分析什么 这个下陷 到底是哪些水井造成的 最后找到了元雄 一千口的深水井 他们是谁的 自来水公司 台塘学校监狱工厂 好消息 90%公家单位 比较好打交道 第二次会议 把所有的部会 请到行政院来 自来水公司 2016年湖山水库盖好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有一座 你即将有一座全新的水库了 所以你所有的深水井 你要给我封掉 请你定出风景计划 水利汇 这是我过去在省府监管的单位 你知道我们的灌溉渠道 从清朝日据时代流到现在 蒸发损失四分之一 漏水都掉一半 所以从水库放出来 到了田里面剩下25% 他们抽地下水 还有水去卖给中客 我们就告诉农委会补贴水利汇 让他少漏两层的水 他就不可以再抽地下水了 最后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定出风景计划 学校 我就很好奇 学校干嘛抽地下水 为了这件事情 我把彰化县 云林县 两个县的教育处的处长 请到行政院来 这两个处长 把水账带到行政院给我看 跟我讲说 主委冤枉 水费都没用完 后来搞清楚 学校干嘛抽地下水 教育部评估一个好的校长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叫做节约用水 是根据水表 校长为了让水表很漂亮 他就抽地下水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难不难 不难了高速教育部 在地盘下线区那一条化掉 那一条一化掉 以后每个学校 就把水井给封了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你们什么 这件事情告诉你们 当我在跟你谈判的时候 我让你连say no的机会都没有 我把你的后路全部想好了 还有 我全部用管理手段 我一毛钱都没花 全部用管理手段 现在彰化已经被我控制在三公分的范围 我本来希望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们 高铁可以坐到高雄去了 结果这个云林县张县长第一次刚刚当选的时候 我去拜访他四年前了 都五年前了 他们的水利处长跟我讲说 部长土库现在地盘下线6.5公分 我就知道说 我当初2014年离开行政院的时候 我订的风景计划 我离开以后就没有执行了 所以土库现在是6.5公分 当我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 提醒高铁要非常注意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2014年离开行政院的时候 高铁的董事长写了一个感谢案给我 感谢我多管闲事把高铁救下来了 当我在几年前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的时候 现在的政府说他们要保留法律决数权 叫我不要违言耸听 而且两年前大汉我封了一千口的深水井 被那一位超前部署的院长把它全部打开了 要把井封掉非常困难 要把井打开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问题是高铁出问题怎么办 高铁是台湾的经济动脉 万一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一条是台东的泰马里析 台风前的泰马里 台风后的泰马里 工程师没有能力把它变回这样 还有一件事情台湾人从来不谈 这叫县管河川 台东县政府管的 所以摩拉克台风以后中央政府很够意思 半年之内拨了26亿给台东县政府 但是忘了一件事情 台东县政府的水利科只有四个人 科长抱着26亿他连招标文件都写不出来 我们工程会告诉他 你不把钱花掉我就把你移送法办 科长就每天抱着钱在那边哭 他就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同事不要吓他 吓他也没用 我亲自去拜访黄建廷黄建长 告诉他这一条河川 不是你台东县政府有办法处理的 赶快丢出去 最后是中央的第八河川局 进来才把问题解决掉 所以台湾人要很严肃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这么小的国家需要22个县市吗 每个县市政府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吗 我在县政府待过 我告诉各位除了台北市以外 大部分的县市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这么小的国家是一个极度中央极权国家 地方政府没钱没权 没有人力也没有能力 你想多做一件事情都不可能 这个东西叫做institutional problem 这件事情在政治上非常敏感 大家都不碰 可是不碰的结果 台湾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政府运作 这一条是古关道离山的路 修的断断的修 修的断断的修 我们的重建预算从民国90年到现在 花了多少钱呢?5000亿 这就是我们的重建 那你不修这条路你讲得很轻松 那住在环山跟离山的人 你如何解决人家的进出问题 这是信义乡神木村的龙华国小 96年以前很漂亮赫波台风回来 97年盖回来 97地震毁了01年盖回来 2019年莫拉克又毁了 2011年又把它给盖起来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台湾人非常了不起 这是我们的任性 但是我利用这张图给各位几个数字 赫波台风阿里山两天下了1840毫米的降雨 两天1840是什么概念? 南台湾一年总降水量1500 我们把15个月的雨在两天就把它给下完了 每1000年才会发生一次 莫拉克三天3000毫米 每2000年才会发生一次 7.3级地震每100年才会发生一次 你们会不会统计 这么短的时间同时发生的几率2亿分之一 比重乐透还难 这个学校全给它碰到了 事实上这学校是台湾的缩影 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一个 1000年才会碰到的降雨 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一个7.3级地震 我们要做到万一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们内政部号称天下第一部 每天忙得不得了 两个难题没解 年轻人中低收入屋在台北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的营建署就忙着盖社会住宅 合一住宅各式各样的住宅 希望大家在台北有房子住 结果所有年轻人全部跑到台北来了 乡下生下老人跟小孩 我们的社会师就要忙着解决老羊安养问题 外籍新疆问题 隔大就好问题实在也忙得不得了 隔了半年我实在忍不住了 再一次部屋会议 告诉我的同事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是两个问题 只有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为什么要让大家都搬到台北来 我觉得我们营建署处长一个问题 到底台北能住多少人 台北在1945年的时候100万人 我讲的台北是大台北 现在整个大台北加上流动人口将近900万人 我们新北市有个笑话 我们新北市的笑话是什么 新北市的云林人比云林县的云林人还多 都搬到新北来了 我请问你 你把900万人塞在这个地方 不淹水不缺血交通不堵塞 空气不污染房价不高采灌 所以我常在论述 现在总统大选也选完了 几个主要候选人 没有一个人接到我的这个球 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很简单 只有两个字叫迁都 行政院立法院迁到中台湾去 这个动作一坐300万人离开台北 台北剩下500万人 问题基本上解决掉一半了 这300万人到了中台湾 把中台湾带起来南台湾带起来 我们的人口产业很聪明地分散在我们的西部平原 这叫什么 这叫国土规划 连城乡差距 还有这样子一做以后 碳足迹降三分之一 现在我待会会谈的 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是碳 我们的碳足迹太高 为什么我们这种生活方式 是一个非常高碳足迹的生活方式 所有的吃的东西从南部运上来 废弃如从台北运出去 我们的所有的公务员都在坐高铁 非常高碳足迹 所以台北未来希望了 台北是经济首都 中部是政治首都 很多国家都这么做 台北到台中坐高铁多久 一个小时不到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经济首都 海牙是政治首都 海牙到阿姆斯特丹坐火车40分钟 是关于台北跟台中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当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应该要考虑进去 当我们要盖高铁的时候 台湾的版图已经缩小了 可是我们常常是 我们为了做建设而做建设 从来没有想到说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联动的 所以这叫气候品鉴 这叫国土规划 当你在规划国土的时候 事实上是能源、漁业、农业 所有的东西都要一起谈 还有它是一个最大的机会 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没有一个不会有办法做国土规划 这是一个行政院加上一个立法院的事情 然后六都 六都怎么来了 六都天上掉下来的 问题是不在都的地方全部叫乡下 中国14亿人口四都 我们2300万人六都 基隆30万人 永远不可能做自己的规划 规划基隆不能不看新北 规划新北不能不看台北 是我在内政部的时候 鼓励基隆嫁给新北 我们基隆相亲很可爱跟我讲说 我们不想嫁给新北 新北是穷人家 我们希望嫁给台北 台北是有钱人 可是基隆为什么不能跟台北合并 中间隔了一个戏子 他们不是隔壁邻居 根据地方制度法第七条 他是不可以结婚的 所以我就跟我们的民政司长想 管他要嫁给谁 直到他愿意嫁人 所有的法律全部从宽解释 今天不是重点 不是基隆要跟谁合并 重点是北北基要有一套规划 当我在规划北北基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上海 香港 新加坡 首尔 陶竹苗是我们的矽谷 中章头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口岸 云江我们的清智农业区 高高屏南静的窗口 当你这样一规划以后 城市的定位出来了 国家的定位出来了 可是我们永远不做 这样规划的结果是什么 互相copy 台北 台中 台中 高雄 几乎都长一个样子 城市的定位不见了 国家定位不见了 慢慢的台湾人都在锁国 我们永远在看这块岛 我们已经不再巴着 其他邻近国家到底在干什么 We don't even care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还有我再跟各位报告 今天的民主氛围地方诸侯做大 已经没有一个部长有能力 再帮台湾做出一个这样的规划了 即使他做得出来在立法院 也一定不会通过 一定不会通过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 没有效率的政府运作 所有的议题都是政治问题 我们都不敢碰 我们也不想碰 北北基陶竹苗 你们觉得很新鲜吗 你把日据时代 台湾的行政计划图拿出来看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告诉你原来是对的 不管你是喜不喜欢日本人 原来是对的 现在是错的 要把它分开很容易 要把它合并非常困难 为什么非常困难 少掉两个市长 大概会少掉十个议员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 我跟你讲 基隆的经验是 我们到基隆坛说 你要跟台北或新北合并 百分之七十的市民 举双手单程 谁反对 非常可能市长反对 议员是一定反对的 因为它的名额减少了 但是这就是台湾必须要 面对的问题 我们要算土地融受力了 北中南东各适合住多少人 我们的精致区 我们的这个农业区科学园区 应该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土地融受力 我刚刚讲迁都中台湾 为什么在迁都中台湾 凭什么迁都中台湾 土地融受力 可是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这是一个 这几乎是半个行政院的事情 这是这个要是 这个跨了半个行政院 在一个大学里面 大概跨了五个学院三十个系所 没有人会算土地融受力的 先进国家谁在算土地融受力 智库 每个国家好几个智库 在规划他们国家的短中长期目标 我们台湾的政府 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智库 严格上只有两个智库 一个叫国民党智库 一个叫民进党智库 他们在思考 如何把另外一个政党干掉 不是在思考 我们国家未来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不做功课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会把核电厂设在断层附近 高速公路经过顺向波 我们会让一堆人住在土壤液化浅市区 我们会让南科中科 在一个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方 因为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现在最热门的议题质疑是什么 台积电到底要不要去高雄 台积电说要去高雄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讲说 台积电几乎不可能去高雄 为什么 没水 可是台积电有没有去高雄 还没去 结果地价涨起来了 南部的乡亲 未蒙其利先寿其害 台积电现在终于 我讲的话都全部应验了 现在苹果告诉台积电 什么你知道吗 你要用回收水 你不能用自来水 所以现在谈碳足迹 马上就要谈水足迹 现在台积电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台湾没有足够的回收水 所以我们台湾碳足迹太高 水足迹太高 这个都是世界的游戏规则 我待会再跟各位谈这件事情 我是唯一的工程师 派到内政部当部长 以后也不会再发生了 我跟我的同事讲 趁我还在 把国土规划相关的资料 做成一个资料库 我们资料站在国防部 内政部 经济部 交通部 农委会 善在五个部 我们的资讯中心在一年之内 就把它给做起来的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全世界只有我们做到了 台湾还有一个政策叫做 Open Data Policy 我们的资料要对所有的民众公开 可是问题是 你今天有了这一朵云 你下面要做什么 要做Data Mining 做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做Scenario Analysis 做Policy 做Action Plan And Budget Allocation 我利用这张slide 告诉我的同事 政治需要很强的专业支撑 举例来说 核四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记者最喜欢挖洞给我跳 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讲假话 记者问我 黎部长 你赞成核四 还是反对核四 我跟他讲说 能源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 以我的专业 我没办法判断 但是我告诉你 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经济部 要把能源相关的资料 做成一个资料库 电价结构 倍载容量 所有的替代能源 做完以后做四个方案 哪四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核能1234 第二个方案 有核四 123造了他的旗程退伍 第三个方案 没有核四 123升级 延绎 第四个方案 1234都没有了 这个四个方案 做完以后要分析什么 对社会的冲击 对经济的冲击 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我告诉各位 一跟四都不是选项 选项 somewhere between 二跟三 这个两个方案 要拿去公投 要民调哪去民调 终极废核可不可以操作 终极废核当然可以操作 根据俄乌战争前的德国经验 我强调的是俄乌战争前的德国经验 20年 你要有20年的准备 从20年后开始往前推 第一年 第五年 第十年 第十五年 所有的目标值都要达到 到了那一年把核电厂关掉 我们不缺电 这叫政治的专业 但是很多的政客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核电 保证不涨电价 顺便保证不缺电 这三件事情 根本不可能同时发生 居然有人讲得出来 还居然有人会相信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结果现在电价涨不涨 电价不涨不行 电价要涨10% 为什么电价不涨不行 台电已经贴了4000亿 最近还要再贴1500亿 台电基本上已经倒电了 贴了5500亿 可是是政府贴的吗 是谁贴的 是我们纳税医务人贴的 是谁贴的 是你们贴的 因为我们已经超过举债上限 现在政府借的钱 都是你们的钱 都是你们的钱 所以有一件事情 台湾人从来不谈 台湾人也不敢谈 叫做什么 叫做财务危机 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破产的边缘 我们为什么会让它不发生财务危机 因为在我们的财政纪律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做举债上限 就是说每个政府 不管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都有一个举债上限 你不可以借钱超过举债上限 但是这个政府上来以后很厉害 前瞻基础建设8800亿 这个每一个东西疫苗8000多亿 所有东西都是用千亿算的 但是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叫做特别条例 前瞻特别条例 疫苗都是特别条例 特别条例的意思是什么 特别条例的意思是 它可以避过举债上限去借钱 可是借的钱是谁的钱 借的钱就是你们的钱 这个东西都是没有人愿意谈 但是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 这是财政纪律 这张图是水地署画的伊恩水地图 这张图是中央政府画的地质调查所 玻璃灾害图 这张图是水保局画的土石流风险地图 散在三个不同的部会 我要求营建署把这三张图叠成一张图 叫做台湾风险地图 全台湾都画好了 2013年我拿到这张图 愣了一下 一堆人住在非常危险的地方 他的房价还高得不得了 我那时候就在心里面低估 你要不要公告 你敢不敢公告 你用哪一条法来公告 我最后选择不主动公告 但是你们上我们的内政部的网站 他都在里面 为什么不主动公告 这张图是专家在解读的 不是你们买房子参考用的 还有台湾一个很可怕的行业 叫做名嘴 我这张图一公告以后 在电视上不晓得被讲成什么样子 所以不主动公告 但是把它交给了地方政府 要求所有的地方政府 重新检讨区域计划和都市计划 未来台湾土地使用标的 是根据你不同的灾害等级 政府定出一个20年30年的目标 把坐落在危险地方的人 把它给换出去 把坐落在危险地方的基础建设 把它给换出去 这个东西才叫前瞻嘛 但是我在的时候是优先顺序 我离开以后 绝对没有人要干这些傻事了 为什么 你们对台湾的地方的政治生态 熟不熟悉 台湾的议会议员的背景 50%跟土地开发有关系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 在议会会被通过吗 不会的 送到我们内政部来 你觉得我们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会让它通过吗 不会的 所以在国际上 很多先进国家会做的好事情 在台湾绝对不会做 因为我们的政治刚好把自己困住了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很严肃地面对的 这张图是什么 这张图是 我刚刚讲 一半以上人住在桃园一北 你知道台北的上一次大地震是什么时候吗 台北的上一次大地震 不是921 921的时候台北震度只有四季 台北的上一次大地震是康熙33年 我们这地方300年没有发生过大地震了 我们这地方以前叫什么 我们这地方以前叫康熙台北湖 我们家里家都是地下水 2013年国家地震中心警告内政部 台北要是发生一个6.2级地震 因为土壤液化 它的震度会扩大成7.3级 那一个中级地震台北倒掉4000栋 万一是一个7.3级地震35000栋 所以当你是一个部长 你接到这个讯息你怎么办 你可以不理它 因为跟你觉得没关系 因为发生的时候 一角度发生叫天灾 第二个也不会在你任内发生 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 所以我就告诉营建署说 好 一个月之内 把土壤液化浅势区给我套铁出来 我们营建署就把我套铁出来了 台湾哪三个地方最危险 台北 新北 台南 这三个地方是土壤液化 浅势最高的地方 台北在哪里 行政区就不念了 不吓你们了 问题是300万人住在这里 300万人住在这里 可是问题是呢 我也不能拿出一个政策 把所有人都吓死了 也没有答案 我必须要积极地面对 你不要小看这个 我常讲台北不排除有几栋漂亮的建筑物 但是the whole city is ugly and not safe 台北很漂亮吗 台北一点都不漂亮 那你不要小看这房子 这房子一年 一个apartment 1500万 你们买得起吗 你们买不起的 我们的政府让我们的国民 花这么多的钱 住在一个这么样的地方 你觉得这是一个大有为 政府该干的事情吗 不是 所以怎么办 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一个名词叫都庚 都市更新 什么叫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就是把一个低价值土地 让它变成一个高价值土地 在那个过程里面让城市翻转 但是都庚给人家的诟病是什么 暴力 钱都被建商赚走了 所以我的都庚叫做 防灾型的都市更新 政府亲自 政府是最大的开发商 政府亲自做庄 然后把赚的钱大部分在政府的口袋 然后我才有钱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都庚需要什么 需要地 我打谁的主意 国防部 因为什么国防部 国军裁掉一半都会区的营社 全部空出来了 所以我看上了一块地 我再举个例子 我在台北推了五个房载 请都庚 台北五个 新北三个 台南三个 我看上一块地在哪里呢 台北医学大学的正前面 国军军事保养场 九公顷 你知道九公顷土地要卖多少钱吗 在101旁边 1013年前标出去一块地 一瓶六百五十万 九公顷 九公顷有三万瓶 你要买这块地 一千八百亿 我去拜访国防部的颜民颜部长 我说颜部长 你这块地借我用 我们的颜部长跟我开玩笑说 不行 你那这部要跟我买 我跟他讲说 我把我整个部卖掉 我也买不起你这块地 但是我跟他讲说 你跟我合作 它叫住宅区 很值钱 你不跟我合作 我就把它化成军事用地 你一毛钱都没有 所以我的scenario是什么 我在这九公顷的土地上面 盖二十栋四十层楼的豪宅 为什么盖豪宅 因为101旁边只适合盖豪宅 盖完以后 你们对那附近熟不熟悉 那附近是旁边无星街 那一批五十年的老公寓了 我们再把里面的人换进来 再把无星街拆掉 再盖更耐震低密度的建筑 再把邻清的社区换回来 台北有五个这样的大的建案 所有的老旧建筑在二十年之内 全部淘汰掉 都市变漂亮 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 我盖了房子 十分之一是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就在这里面 我顺便解决 还有呢 我用房子跟国防部换土地 这在民间叫合建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 我有没有花钱 有 第一批的营造经费是我花的 我那营建筑有400亿 我觉得花得起 还有呢 你们知道我把这件事情都做完以后 我在101旁边的豪宅 一瓶卖多少钱 你们有概念吗 我一瓶卖86万打瓶 你知道隔壁卖多少吗 隔壁卖200万 所以当政府手上有五个这样的大的建案 请问你房价是我说的算 还是建商说的算 房价是我说的算 最高名的打方 台湾20年公共建设做不完 最大的振兴经济方案 一次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事实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我们把附近的房地产 全部都摸了清清楚楚 细节不跟你们谈的 细节都不跟你们谈的 我们基本上要做就是这一块 然后我们把附近全部都摸清楚了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然后我们把年代做分布 这就是大 Big Data 细节不谈了 还有多少流程 然后该怎么办 然后我们把整个推动流程 全部都定出来了 中央政府该干什么 地方政府该干什么 该怎么办 然后所有分工 但是我刚刚讲的事情都没发生 我这件事情全部准备好了 行政院卡了我半年 不让我到院会去做报告 行政院不让我报告 我就跟院长讲 也是我们台大的同事 我说我们两个人 对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 在政策上有这么大的歧见 身为政务官我不干了 我说我辞职 不干 我们院长也很坦白 他说你不干 就让我到院会去报告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 我在行政院做的最后一次报告 报告完三天以后 我就回到台大来了 行政院的决议是什么 从此不准再提防灾行都更 以免引起民众的恐慌 所以台南发生地震 其实我是很难过的 这张图早就交给了赖清德 当然不是他有办法解决 而是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做 起码把围楼都找出来的 起码发生一个永康地震 住在里面的人知道该怎么办 不会有那么多的伤亡 所以永康地震发生了 大家讲一次防灾行都更 花莲地震发生了 又讲一次防灾行都更 可是从来不做 从来没有动作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问题 因为什么不做都更你知道吗 一个都更坐下去我告诉你 你要拆人家的房子 90%赞成你的人 不会跟你拍手的 90%反对的人一定会把你搞死 而且一个防灾行都更 一日里五年 一个县长任内 一个县市首长任内 绝对不会完工 所以这政治难度太高 但是不做的结果 全世界都在都更 就是台湾不会做 所以我们在等什么 我们在等一个终极地震 把台北毁了 我们死掉几万个人 发一百倍的代价都救不回来 我这个东西讲 从2013年讲到现在 11年了 不管蓝绿 有没有人理我 没有 经过了台北市 经过多少市长 有没有人理我 没有 都假装听不到 那不是他们的问题吗 不是 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把他们选出来的 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这是我的priority 这才是问题 我们曾经相信人定胜天 我们把整个大台北 用两道高高的冯红墙 一百多个抽水站 几百个水门 把它固若金汤的保护起来 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棒的 洪水预报系统 根据天上雷达讯号 我们做第一次预报 淡水后六个小时间 每个地方的水位流量流速 清清楚楚 这个计划在我手上 跑最后一棒 在我手上完工 1997年 我1997年 从台中的办公室 就可以遥控台北防洪的运作 全世界最棒的系统 我还可以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1986年 当我刚刚到台大教书的时候 台北防洪开始谈 我们的所有软硬体的建制 日本的NEC跟我们讲说 你们台湾人不用开发软体了 我们NEC送给你们 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 假如我们接受它的溃症 我们就咬了那个耳 以后就会对它 会被它们渝取以求 所以我们就 very politically 跟日本人说 No, thank you 我们所有的软硬体 在我们台大水空所自己开发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们这套系统已经超过日本 所以五年前 日本人请我去东京 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故事 我说五年 三十年前 我们婉拒 谢谢你们的帮忙 今天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绑你们 我们是一个全世界最棒的 洪水预报系统 我2003年代表台湾到京都参加 第三次世界水流论坛 我就报告这个计划 报告完以后 所有的开发中国家都羡慕得不得了 说你们台湾人也了不起 花这么多的钱 有个这么棒的系统来保护你们的首都 但是我那天的结论之一是 我认为我们可能错了 为什么错了 台北会不会淹水会的 一个莫拉克规模的降雨下在大台北 水门关的抽水站被淹掉了 它就跟脸盆一样 但是你不能讲说四十年前那些老前辈全错了 四十年前全世界的工程界相信人定升天 四十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台风的降雨 会超过两千毫米 话说回来 假如四十年前我担任部长在决定台北防洪 我会用都市设计的手段来解决都市原始问题 我待会再跟各位报告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2001年纳利台风半个台北被淹掉了 这三个是我的学生 看着捷运被淹掉了 但是我今天可以拍胸脯跟各位保证 除非人为疏失 绝对不会有一滴水同淡水和泛滥进到大台北 因为我们投资了三千亿 可是问题是 那离台北只会有小规模的局部排水不良 这叫内涝 没有泛滥的问题 这是细致 大家很难想象 过去淹水是淹到一层楼两层楼的 大家很难想象 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但是很抱歉离开台北外涝加内涝 你今天要解决台湾的淹水问题 台北防洪已经不再是一个正确概念了 每一条河的核心都不一样 还有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三千多亿可以花了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这叫做residian smart city 任性智慧城市 很多做智慧城市的朋友都跟我讲 你看我们的建筑物有多smart 我在办公室我就可以用手机遥控我们家的冷气 遥控我们家的所有的电器设备 我说yes you are very smart 所以一言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不是不只smart you have to be resilient first 你要先任性才会有smart 所以人必不能胜天 我们要谈的叫做non-structure measures 非工程手段 你们都看到这张图看到什么 水淹过窗户 这个老先生不用被撤离 这个房子已经一百年了 这个城市叫Doric 它在路特丹的上游 我在2000年的时候跟荷兰的科学家 谈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什么 叫做为了失败而设计 Design for failure 就告诉你因为极端气候 没有一个东西是安全的 我们要做到万一水超过我的保护标准 我城市的基本机能是维持的 这叫Design for failure 所以要把城市的韧性越拉越长 这东西叫做什么 这叫做systematic behavior 它是一个系统的一种意识行为 我们要谈的叫做什么 低冲击开发 都市一定会存在 但是我们要做到都市存在 对水文循环的冲击达到最小 所以它是透水的水可以回收 这个污水也可以回收 这叫低冲击开发 所以呢 设计一个可以透水可以吸水可以保水的程式 这是我四个学生的博士论文 二十几个硕士论文 不只透水而是水透下去以后 跟现有的排水系统如何结合 你们看起来很简单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水理细算 我最后一个学生今年要毕业 我跟他一起毕业 他的论文就是任性城市指标 城市到底有多安全 传统的都市设计概念是这样 都市开发越来越厉害 路面上的水就越来越多 政府就忙着做排水沟 排水沟越做越大淹水 问题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这个小的绿点是什么 自宏池生态池凹下去的公园 透水的操场透水的停车场 水先进到小系统 小系统到中系统 中系统到大系统 用都市设计的概念 解决都市淹水问题 这讲起来很简单 中央跨了三个部 市政府跨五个局 再一个大学跨了三个专业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工程 但是界面很多 还有这集水区里面 相关的法令二十条法跟法 之间是矛盾的 那怎么办 所以未来的都市长这样子 都市偏漂亮淹水问题解决 建商还省钱 所以未来长这个样子 新加坡做得非常成功 荷兰人 荷兰人在海平面底下五公尺 所以怎么办 他们说我们不与水争地了 还地与河 还地与海 但是我们的某些社区 是随着水在浮动的 Floating House 现在是Floating Community 你们会想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吗 荷兰人懂水性的 每个人觉得说住在这里实在太好了 那台湾人会住在这里吗 不会的 因为我们有鬼月有水鬼 我们会抓交替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住在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我们来这个岛 长则400年 短则70年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的DNA还留在黄土高原 我们的所有的民俗 所有的东西都留在黄土高原 我们是一个大陆民族 这个概念没有改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岛 来融到这个岛的质地里面 我们根本不了解这块岛 有多少人走过福尔摩沙路线 神叫福尔摩沙 你们知道为什么台湾叫福尔摩沙吗 葡萄牙人当初从菲律宾要到日本去做生意 他们的货船经过我们的东海岸 看到一个好漂亮的岛叫福尔摩沙 事实上全世界有好几个福尔摩沙 因为荷兰人葡萄牙人常常讲说岛很漂亮 但是我们台湾人从来没有从太平洋在看 我们这块岛 你们有坐直升机从岛上飞过吗 你们没有我飞过一次 因为齐柏林的那个纪录片 是让大家引起很大的震撼 很大的震撼 我以前我管32架直升机 齐柏林的脚本一半是我写的 所以我就跟我的空心总队讲 你们要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飞一趟齐柏林路线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飞了一趟 所以是把privilege有经过 但是不是说我要去玩 飞直升机一点都不好玩 飞直升机是很危险的 而且我们空心总队的直升机 我们是救难直升机 我们门是不关的 我们基本上门是不关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好玩 我以前在内政部 台风结束一定要飞 第一班直升机出去看灾 你们的学长 我的秘书一直跟我讲 老师不要飞很危险 我就跟你们的学长讲 只要我的同事敢飞 我就敢飞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敢飞吗 因为他要陪我飞 他很害怕 他说老师你最好不要飞 因为这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Stockholm The Green Capital of Europe 事实上海绵城市 大陆把它简化成海绵城市 它有multiple function 危机后会改变 你们下次到周三路 我们水公实验室对面 有没有看过一块湿地 你们站在旁边感受到 危机后会改变 待会下课到座岳湖去 你们感受一下 事实上这些 它有一个空气的微调的能力 然后呢 这个 这叫什么 污水下水道 我们非常讽刺的是什么 污水下水道接管的城市 它叫做接管率越高的城市 它叫做文明城市 污水下水道是谁发明的 欧洲人 巴黎在150年前就有污水下水道了 所以才会有人者归 是在污水下水道里面 但是2000年 荷兰欧洲人说我们错了 为什么错了 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系统 全世界90%的城市 cannot afford 水就直接排到河里面去 但是这个系统在都会去没有问题 在我们的中永河没问题 我请问你 到平溪双溪共疗 你需要这么干吗 你不需要这么干的 所以我在2000年开始思考 如何用生态的方法 我一样可以把污水给处理掉 所以谁来找我 关渡自然公园的处长 你们有没有去过关渡自然公园 待会下课坐着捷运 坐到关渡公的那一站 走进去 这叫关渡自然公园 台北市征收了74公顷的土地 有一个北台湾最漂亮的赏鸟的地方 可是两条污染河川从中间过 一条叫柜子坑溪 一条叫水磨坑溪 他们的处长说 李教授 我要是这边盖一个集中式的污水处理厂 我这公园就毁了 我说好了 我帮你想问题 2000年的时候 我自己去读 美国环保署人工湿地的设计规范 读完以后 我把它丢给我的博士生说 这是你的博士论文 我们就开始做设计 做计算 最后呢 我们就在上面挖了8公顷的人工湿地 上面种满了水生植物 我让水磨坑溪的水在这里面转一圈 停个四个半小时 我可以把污染物去除八层半到九层 我取代一座污水处理厂 我这个厂到了今天还在work 我这个厂一天处理5000吨的生活污水 我只花了1300万台币 你要是在这边做一个集中式的污水处理厂 我告诉你五亿都不够 而且这很多公园就回来 现在我这个博士生 已经是我们土木系的副主任了 他已经是一个大牌教授了 他变成人工师弟的大概top expert 所以我们从你们 欢迎你们去关渡这个公园 这个地方是不对外开放的 但是你们跟他讲说是我的学生 他们就会让你进去 这地方很漂亮的 我们从知其然不知其所然 到了后来变成非常成熟的设计规范 所以我就被派到台北县去 我就把它带进台北县 我这个厂一天处理14000吨的生活污水 全台湾高敲衡最大的汽地 我这个厂一天 你到我的污水处理厂 我没到一点臭味的 我这个厂一天 这个厂一天2万吨的生活污水 下次你们坐高铁出了板桥站 往两边看就是我的人工师弟 这个厂一天2万吨生活污水 这是附加价值 你不用去抓他 他自己会跑来 给你们一个功课 你们这个礼拜就到座岳湖去 到我们水工所的人工师弟 下次上课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几种鸟 你看到几种鱼 当然你看到很多鱼很多乌龟 那是我们放生放的 但是你告诉我看到多少鸟 从鸟看到什么 从鸟就看到食物链 从鱼从鸟从生物 就会看到食物链 所以这是附加价值 这个很有意思 表面上是一个公园下面是石头 我用石头的生物膜 就把污水给处理掉了 欢迎你们走进去 走到这水是黑的 到那水是白的 我们在台北县时代 做了300公顷的人工师弟 一天处理掉30万吨的生物污水 制造300公顷的公园 交给学校去做环境教育 所以我们的环境教育 是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 我们新北市有305个校长 100万学童 200万家长 我过去把那305个校长 都当研究生在带了 我要给他们看书 他们要写读书报告 我亲自改的 我给我这305个校长的一个指标 我说小孩子生学 那本来就要做了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在新北市读过中小学的小孩 他都要懂环境 他要多珍惜环境 所以把我们的所有的师弟 跟学校全部结合 我们设计各式各样的课程 各式各样的课程 有的线上课程 教小朋友 教老师 教家长 所以呢 这个低探 然后呢 我常常讲 师范的人 他们会跟学生接触 课程都是他们写的 但是他不懂我们 非师范系统的knowledge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四大环教中心 把我们的knowledge 变成他们的knowledge 从他们的knowledge 变成教材 变成教材 变成教案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其实蛮有意思的 然后呢 所有的家长 朋友小朋友都在里面 然后各式各样的workshop 各式各样的workshop 然后呢 每个学校 我有一次陪这些小朋友溯西 在河里面跟他们上了 二十分钟的基础核酸水利学 我们跟他讲说 什么叫深潭 什么叫浅潭 什么叫俄勒丸石 什么叫沙子 鱼在哪里吃饭 鱼在哪里睡觉 鱼在哪里残软 二十分钟 结果一个志工家 有一个家长就很骄傲的跟我讲 他说副县长 我以前带小孩子来钓鱼 我现在进步了 我带小孩子来喂鱼 我就很严肃地看着他 我说这位先生 鱼是吃青苔的 鱼不吃面包 拜托你来看鱼就好了 千万不要来喂鱼 他就一脸很彷徨 他说鱼不吃面包吗 我说在河里面哪有面包给他吃 你千万不要喂他 这个学校呢 我们利用污水处理 我们把学校学生家长全部连结在一起 我请问你 你有办法access到200万家长吗 你有办法access到100万学童吗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把一个危机变成转机 转机变成我们整个新北市的动员的力量 所以这些我已经离开新北多久了 我已经离开新北15年了 现在的校长已经传到第二代第三代了 他们把环境教育继续传下去 继续传下去 所以我们把从这边就是告诉各位 我今天其实要跟你们讲的一件事情 叫做永远找一个杠杆 花钱做事情那不是本事的 永远找一个杠杆 把所有人都动员起来 把他的目的全部出去 做完以后 这些参与的人脑袋里面有东西 所以你看我离开新北多久了 15年 我会worry新北的环境教育吗 No I never worry 新北的环境教育 校长都已经退休两批了 他们继续做下去 而且他们现在的教材 跟我们当年的教材 当然不会一样 我待会告诉各位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们以前做私地做什么 做水处理 做生态 已经很厉害了 现在我的最后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 在做什么 私地可以故探 探了 所以现在变成说 我跟前几年 半年前把新北市的副市长 请到我办公室来 我过去带了老部署 我说全台湾只有我们有300公顷的人工私地 我们过去教小朋友生态 我们今天教小朋友如何去算探 探到底在哪里 所以事实上每个不同的状况不一样 我们教的内容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东西 可以进到公寓大厦 除了慈祭以外 还没有人有办法打进公寓大厦 所以这是我们的strategic plan 这是贯渡自然公园 你们没去过 请你们下一次上我课以前去一趟 请你告诉我们你看到什么 这个计划是我做的 一个新庄2.3公里的臭水沟 叫中港大牌 又臭又淹水 臭成这个样子 沿着中港大牌的两边的房子 一年365天都不敢开窗 我们台湾人很善良 台湾人有多善良呢 台湾人说臭水沟本来就应该是臭的 几十年没人抱怨 我到台北县的第一个礼拜 再把5个局的局长找来 水利局 环保局 城乡局 建设局 交通局 我告诉这5个局的局长 这条臭水沟 4年之内一定要变成一条干净的运河 为什么4年 县长的任期4年 但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亲自设计 我很有把握 在陆底下做两个 在陆底下做两个香寒 把污水截走送到旁边 五谷工业处理的污水处理厂 处理厂再放回来 就这么简单 平常污水走香寒 你们看到的这个水 都是处理过了景观用水 我这样子一做以后 通红面积增加50% 我解决了淹水问题 还有原来长的这个样子 现在變这样子 我告诉建筑师 他叫做排水沟 一年一定有两次洪水会淹过去 所以我给他的要求是什么 我给他的要求是 水淹过去 一个礼拜一定要恢复它 原有的功能 而且不可以花大钱 所以他们就照我的指示去做了 政府投资23亿 投资完以后 两旁边房子涨了三倍 土地涨了两倍 创造几百亿的产值 这个工程不大 23亿对我们水利工程来讲都是小钱 我们水利工程都是用百亿在算的 但是界面很多 我是在计划的project manager 这十几个局的局长 每两个礼拜要跟我开一次会 各位没跟我开过会 跟我开会很简单 只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不准讲废话 带问题来我帮你解决 第二个原则这次讲过的话 下次绝对不准再讲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碰到问题你们这几个局长要解决 你不能解决才来找我 所以他们会去想 跨领域对话 我做这个project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县政府的公务员的运作文化 这个是政治工程 这个政治工程比我的工程工程还要来得重要 还有 我要做一条排水沟对我来讲也太简单了 不是的 我要办个新装饰改造 我要办个新装饰市民跟着我一起成长 所以这叫公民参与 他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参与式的决策 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 为了计划我到新装110个小时面对面沟通 第一天我到新装 我跟他们讲说 你住在这里 我不住在这里 你最好比我都关心一点 这个计划是你们新装的计划不是我台北县的计划 要做不做你们说了算 中华民国第一个决策是由下而上 不是由上而下的 改变了他们的脑袋 这些人现在到哪去了 这些人全退休了 他们觉得他们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我一起参加这个project 所以欢迎你们去 他们现在是志工 我们给他一间办公室 欢迎你们去参观 他们可以帮你们用四种语言导览 国语台语英语客语 他们还帮忙maintain 这个maintainness cost一年不到200万 所以这个project 所以投资30亿增加了几千亿 你发现就是杠杠 永远要找一个杠杠 而且把学校的小朋友全部带进来 全部带进来 然后全部上网 全部上网 所有的资讯全部公开 资讯公开有什么好处 全部资讯公开 所有的狗屁刀招事情都不会发生 因为全部透明 而且我交代水利局局长 你们的学长 我在交代我这位学生 民众上网问一个问题 七天之内你一定要回答人家的问题 他的问题要是有建设性 Instagram到你的设计去 有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要拆掉石座桥 石座桥重建 在这施工的这四年 新装一定是交通黑暗期 我要是不跟大家把话讲清楚 一定一堆抗争 我们这个计划从头到尾 一个抗争都没有 我宁可多花半年 跟大家把话讲清楚 我不要等着你来跟我抗争 当你跟我抗争的时候 我告诉你整个工程停摆 新店戏判原来长这个样子 你们可能都忘了 你们根本都还没出生 所以我们花了一个亿以后 变成这个样子 这张照片有点老了 我下次换一张新的照片 这一条桥是一条只能走脚踏 跟车跟行人的景观桥 这个社区叫汤泉社区 我们花了一个亿以后 他的房价涨了三倍 我有一对好朋友住在这个社区 每次碰到我都要感谢我一次 他说我们社区就差 没有帮你们几个人做个同向 排在那儿 我告诉各位 会花钱做事不是本事的 不花钱做事才是本事 我过去在政府的习惯是 我花一块钱一定要赚三块钱 这三块钱赚在你们口袋都算了 这对面的阳光运动公园 碧坛原来长这个样子 你们多久没去碧坛了 欢迎你们下了车坐捷运 到新店的总站走出去 原来是一堆的铁皮屋在泡老人茶 我们投资一个亿以后 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一个亿旁边的房价涨三倍 整个碧坛活起来了 这样整个活起来 只花了一亿很少的钱 带动了整个总体营造 总体营造 这个计划呢 也欢迎你们去参观 在东海大学 卢修院卢市长刚刚当选的时候 请我去台中 我们把水利工程都讲完了 他最后问我 部长你还没有半个小时去东海 我说我非常乐意一个非常漂亮的campus 我就去了 东海看到什么 东大西的污水 全部排到这条 东海夜市的污水 全部排到东大西 然后呢 凑成这个样子 东海的主要的这个女生宿舍 这个好几个器官都在这旁边 结果东海来了一个总部长 建筑系的教授 我说某某教授 东海要不要借我一块地 他说你要干嘛 我说我在地底下埋石头 我让东大西的水 进到我这个利坚厂 处理完这个水 进到你们的陆思义教堂 前面的大社的一条支线 所以你们会有一条很漂亮的运河 最后再让他回到东大西 你地表上什么都看不到 他说地表看不到他愿意借我 所以地解决了 我就回头跟台中市的水利局局长讲 范思义 我说范思义 找钱 这是我过去在省府带的老部署 隔了两个礼拜 我们这位范局长打电话给我 他说老师我找到了三亿 三亿 我们就在一个月之内 让东海大学跟台中市政府签了一个MOU 我们就开始干了三亿的小工程 我跟东海的校长讲说 你千万不要闷着头干 你给我敲锣打鼓的干 把东海大学所有的相关的系所老师 学生全部带进来 你们自己观察 自己监测 自己去测量 自己去规划 东海有全台湾 one of the best建筑学院 所以他们自己去规划 他们也有环科系 有环工系 你们自己去调查 然后趁这个机会把东海大学的 所有的动物 植物 全部做一个普查 然后把附近的NGO NPO 全部带进来 把所有的这些学生老师 全部带进来 每一场我都亲自参加 做好了 两年 我这个厂一天可以处理一万吨的生活污水 我还可以做个廊道 你们可以走进去看 看我是怎么在处理的 你看他的去处理多少 九成半 我的去处理九成半 一天一万吨我只花了三亿 然后全部重力 整形前整形后 OK before before after 讲书七点 东海夜市成全的房价至少涨两倍 这个里长脑袋里面装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呢 猫头鹰回来了 什么野生动物都回来了 我们还去做了树香 还去亲自去种树 还有呢 它有一个三十米的落差 我加了一个小的发电机 我可以发出七张绿电凭证 我再把七张绿电凭证卖掉 再去给东海大学去做环境教育 所以东海大学的环境教育是台湾数一数二的 因为这个project 东海大学在全世界的四地大学排名 创生三亿的小工程 这个计划把中华民国公共工程所有的勋章全部挂门 为什么 绿电 循环经济 公民参与 生态环境 You name it 全部在这里面 所以我告诉各位呢 欢迎你们去参观 但是听说迎热门到导览几乎排不进去了 我就跟东海的校长讲 你可以办一个VIP导览 一场一百万 我亲自导览 这一百万就算你们学校的 你们可以办一个英文导览 一场两百万 我亲自导览 这个小工程让东海大学改变 这个小工程让台中市改变 我就跟范局长讲说 这叫小花店 现在很热门的 小水店 小水店 我就跟范局长讲说 我已经做一个案例给你们看了 你去把台中可以发小水店的灌溉 在渠道排水路全部找出来 为什么 你水本台就在那边流 你不发电 白不发电 他们BOT出去了 盖好了 我再过年前才去看 盖好了 装机了 装机了 可以发出2000张绿电凭证 我再把2000张绿电凭证 卖给了台达店 所以最近台达店的政董事长 会跟卢市长签一个 买卖绿电凭证的一个MOU 我告诉各位 现在台湾最热门的是什么 不是最热门 最需要的 你们知道什么叫绿电凭证吗 我们的企业碳足迹太高 我们的台电太脏了 碳足迹太高 所以所有的企业 你要是没有买绿电凭证 你的碳的足迹就会太高 你的碳足迹太高 你出去就要被磕碎 这是世界游戏规则 三年前 台湾90%的绿电凭证 被台积电买走了 剩下10%其他人share 那我请问你 那你要怎么办 台湾现在有钱 买不到绿电凭证 所以我把一个危机 变成转机 防灾 可以讲 这是世界银行讲的 不是 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同时会碰到两种灾害三种灾害 所以这叫什么 叫做全灾害管理 这在10年前 10多年前是很热门的 叫全灾害管理 希望灾害不发生 发生以后需要我们有万全的准备 发生以后可以是完美的复建 民国100年 民国100年 我还没到行政院服务 在我们的新店的这个大平林捷运站的楼上 叫做我们台湾的中央灾害一边中心 办了一个全国总兵器推演 总统院长部长做了一屋子 演得漂漂亮亮 演完以后 我那天的身份叫做民间总裁判官 院长说李教授给个comment吧 我就看了院长一眼 我说包括院长 你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 我讲真话得罪了半个清真月 我已经不甘这种傻事了 我跟他们讲说 灾害不会发生在这个屋子 你演得再漂亮没有用 灾害发生在台东 屏东 花莲 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 有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这才是重点嘛 所以地方永远重于中央 平常就要做 发生灾害来做都来不及了 而且软体永远重于硬体 台湾永远在讲硬体的件事 防灾恰恰是软体比硬体来的重要 所以我到了行政院以后 花了三年的功夫 把整个指挥系统一条边间留起来 从中央一路到部落 我给我们消防组署长的任务是什么 台风天不管任何村子 不管它在什么地方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所有的村子要有能力自己就自己七天 为什么七天 台风桥断了 路断了 直升机能飞进去 那是四天以后的事情 这些人在这四天之内没有活下来 政府进去只有收烂摊子的份 但是所有的资讯人力物力兵力全部在台北 我们如何make sure不同层级的政府 阿里山部落了酋长 有足够的资讯人力物力兵力 可以活下来七天 怎么办 我画了7835幅房灾地图 为什么7835 台湾有7835个村子 每个村子一张房灾地图 你我住在都会去的人 这张图跟我们没有关系 住在山里面的人 你不知道这张图你就要送命的 这张图在哪里 这张图在甲仙乡的河安里 它在哪里 纳玛下门口 全台湾讲防灾地图 只有在里长讲的比我好 小学毕业连国语都讲不好 我去拜访他 他就跟我讲 他叫部长 我利用这张图把我的里名 做了八个人物片组 台风天有人看水位 有人敲门 有人背老人 有人准备避难场所 他利用这张图救了32条人民 房灾地图在跟你们讲什么 在跟你们讲土石流怎么来 你要走哪一条路疏散 你要走哪一条路救援 你的避难场所设在什么地方 每个避难场所一个月的存粮 碰到问题该打电话给谁 你要准备哪些用品 然后告诉你 这是土石流的小常识 7835 这是我在台北县服务的时候 台大水工所帮我做的 及时淹水模拟 我的左手跟右手合作 当时你只要跟我讲 中央气降局说 新装会下600毫米的降雨 我直接把电脑打开 我可以告诉你 淹水深度淹水范围里 里面住了多少人 他叫什么名字 电话号码 E-mail 全部在我的电脑里面 我交代水利局跟消防局 30分钟人到现场 该抽水的抽水 该疏散的疏散 所以台北县 新北市从2006年 Tier Today 再大的台风 几乎没有人命伤亡 我们把水利专业 跟房灾专业全部结合 这是我们在区齿的一个 Lenslite 我们的颜色声去做什么 去调查到底有多少的土方 这都是好多博士论文 不要以为跟你们讲得很简单 然后要做模拟 做模拟 泥石流模拟 看完以后你们有什么想法 土石流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回去拿珠宝 拿银行 拿存折 你只有两分半可以逃命 你们要是有任何土石流的疑虑 爬腿就跑 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 这张图消极的是什么 消极的是我们设计shelter 设计避难路线用的 积极是什么用的 重建 你不做这张图 你怎么知道你未来要重建 你要盖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台大水公所 两张图都是我们台大水公所做的 7835 我怎么可能在两年 三年之内画出七件多张图 我们消防署没有专业 没有人力也没有能力 我在跟时间赛跑 我只要耽搁一年 就要耽搁掉多少条人命 所以怎么办 哇 从南到北 每个大学的防灾研究所 全部找出来 让他们跟地方政府建立伙伴关系 台湾大学负责台北新北 中央负责桃园新竹 冯甲负责台中 成大负责台南高雄 其他我就不再念了 我们大学的老师研究生 协助地方政府画出防灾地图 让他们看得懂防灾地图 这一套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今年要是台风来 欢迎你到我们台大水工所的一楼 台北市新北市一级开设 我们台大水工所一级开设 我们帮他们做水情研判 我们帮他们做水情研判 把我们的knowledge 变成他们的action plan 三年地方政府的智能提升了 然后呢 学校的research capacity提升了 防灾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支通讯 防灾的逻辑 事实上跟政府作战的逻辑是一样的 保持通讯的畅通 保持持续的畅通 每个再远的地方两套独立的卫星电话 我们在摩拉克受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从纳玛下一个礼拜打不出一通电话 传不出一张照片 这种状况绝对不允许再发生 所以我要做到从我防台总指挥的办公桌 我拿起电话一定找得到你 你拿起电话一定找得到我 所以我今天可以很骄傲地跟各位谈什么 我们是全台湾防台最好的国家 全台湾最厉害的国家 莫拉克的时候人民伤亡700 现在几乎是零 我们自己都take it for granted 认为说本台台台风就不会死人 谁告诉你台风不会死人 在世界各国死掉多少人 我现在已经离开政府多久 我离开政府十年了 我对台风一点都不担心 为什么 所有的标准作为程序 在我手上全部写完了 我让NCDR 让科技部 让各种的部会 他们之间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我让学校跟地方政府 已经建立伙伴关系了 所以I plant the seeds I just pull the water the tree will grow by itself 根本不用 所以我又不担心 台风 谁注意到我们的成就 我告诉各位 美国人注意到了 我在2014吧 还是2015年 美国的住宅部 防灾总署 请我去那里去DC 去华府 给他们上课 到他们住宅部 副部长 助理部长 大概十几个 十几个 坐了一个办公室 我就把这个计划 报告给他们听 听完以后 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投你们台湾人太厉害了 他问我说 那你能不能来教我们 我说 yes of course 你付我学费 我当然愿意教你 他跟我讲 你能不能去休斯顿 休斯顿 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休斯顿重建 休斯顿在近代 就是这么 几十年之内 休斯顿已经被 飓风毁过五次了 所以我还飞了一趟 休斯顿跟他们的 众议员 跟他们的市长谈 他们应该要怎么办 怎么怎么办 后来因为Covid 这件事情 全部停摆了 所以防灾 是我们非常厉害的 下面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跟你们谈谈 这张图你们看到什么 日本2030年 核能占20% 台湾到2025年 核能零 我们的燃煤加燃气80% 日本的燃煤加燃气39% 燃煤加燃气叫什么 叫Fossil fuel 你们有没有follow Covid 28讲什么 你们知道Covid 27 Covid 27讲什么 Covid 27讲 台中佛利发电厂 五根烟囱 一年的排碳量等于 纽西兰一国 实际上人家已经盯上我们了 星达电厂 一年的排碳量等于 图尼西亚一国 Covid 28跟台湾相关 来讲一大堆事情 Covid 28讲的 这种Fossil fuel 很可能 到2050年全部不能用 全部不能用 请问你 我们占到80% 那你怎么转弯 你怎么转弯 而且呢 你们都太年轻了 不知道70年代发生什么事情 70年代发生压战争 世界的油 飞涨台湾的企业倒一片 那你今天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天然气 第一个 运得过来吗 第二个 有地方储存吗 第三个 那一度多少钱呢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所以这个是 而且2025年 我们的核电厂就要全部关掉了 我也一直问执政党 请问你 2025的数字 到底是哪一个专家告诉你的 你现在算一次给我看看 为什么是2025 我今天这个问题问了快 好多年了 没有答案 最后只有一个合理的怀疑 叫做托梦 一定有某个人托梦 就是2025 全世界都是定2030 没有人在定2025的 而且 全世界的碳足迹都在往下掉 我们的碳足迹在往上升 这是我们要非常worry的 要非常worry的 还有呢 这张图你看到什么 叫做低碳电力 台湾排名世界第132名 到了明年 核电厂关掉以后 我们大概变成全世界倒数第一名 我记得两年前吧 应该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德国人发了一个报告 说我们台湾的人均碳排 世界倒数第六名 我们的这个环保署就抗议了 说他们算错了 我们是世界倒数第九名 我们不是世界倒数第六名 我请问你考30分和考35分 有差吗 都叫死当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很严肃的议题 因为你的碳足迹太高 事实上 这些slides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好好讲 这些slides是我什么时候写的 这些slides是我2008年写的 2008年就遇见这件事情 就会发生 可是15年来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我看了这些slides 看了都要掉眼裂 我们miss掉所有的goldenopportunity 我们全部在补贴 中华民国每10块钱的总预算 补贴能源1.1块 所以这些大老板赚的钱 有一部分我们补贴了 补贴了多少钱 光台电就补贴了5000多亿 那补贴的钱都到哪去了 都在绿能业者的口袋了 风力一度7块钱 卖给我们2块6 太阳能一度5块钱 卖给我们2块6 那这中间差价到哪里去了 到这些绿能业者的口袋里面去了 这些绿能业者是谁 你们至于差 我今天不想跟你们谈政治 可是越补贴 我们的竞争力就越弱 越补贴我们的碳足迹就越高 还有 今年台大排到第几名了 你们有没有follow 排到好像掉到140几名了 已经掉出100大了 台湾在200大以内的学校剩下一间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们突然变笨了吗 还是我突然变笨了 而是因为你把所有 合理的油价电价水价 是带动整个经济转型的动力 是带动整个research的动力 你越补贴 我们就不投很多的 足够的经费去做R&D 那你不做R&D 我们做的research的题目 就跟人家不一样 你当然就会往后退 所以呢 当一个国立大学的国际排名在往后掉 就告诉你台湾的国力在往后掉 不是台大排名 台大排多少根本不重要 只是告诉你们我们的国力在往后掉 当你再排到第140几名 那明年掉到200名以外 你觉得对你们没有影响吗 我们以前申请学校 哎呦 台大的 可以可以 我给你奖学金 一看说哎呦 你落这200名以外 算了算了 奖学金不给你们 你觉得对你们不重要吗 以前是一块招牌 你走出台湾 你这块招牌要不要顾 为什么补贴 当然 然后呢 台湾的这个 我们把油价电价水价 全部用民粹在操作 我们不是国际的会员国 True 所有的国际公约 我们都必须要遵守 IT变成ET 我就跳过去了 不谈了 永远谈一个杠杆 事实上哪些产业 2008年 现在还是最热门的产业 还是最热门的产业 政府要干什么 现在最热门的议题是什么 ESG 我都知道什么叫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以前叫CSR 企业社会主任 以前叫CDP 碳揭露 现在叫ESG 现在全台湾都在找 你会不会写ESG报告 你知道谁来找我 银行 会计师 因为主要是他们写 银行为什么要写ESG报告 你没有写ESG报告 银行不会贷款给你的 你不写一些ESG报告 上市公司不买你的东西的 这些东西 最后都是会计师 我记得我在半年前 去台中市 一个2000家的中小企业的 一个组织 他们的秘书长来找我 他说部长 怎么办 我不会写ESG报告 我不会写 上市公司不能买我的东西 我想写 我没钱 我即使有钱 我的合作厂商都是那些黑手 我买他的东西 我的报告写不出来 我的报告写不出来 他不买我的东西 一条产业链拉开150几个断点 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告诉你 现在正在发生当中 150几个断点 我们的中小企业 在陆续被弃弹当中 因为这是世界的游戏规则 那你们觉得台积电要去德国 台积电去熊本 大家好高兴 你们很骄傲 熊本人要买 你可以买到台湾的炒米粉 你觉得那是重点吗 台积电为什么要去熊本 为什么 当然战争是一个原因 当然要分担风险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台湾的电太脏了 台湾都是脏电 刚刚讲你没有低碳的电 他就不能用你的电 用你的电 他就碳足迹太高 他就要被磕碳水 就这么简单 然后他现在还更惨 他要用回收水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回收水 所以世界的游戏规则 那政府要干什么 我请问你 那157个断点 政府要产业认证 到底谁会出问题 怎么办 产业福祉 我们的政策法令法规有跟上来吗 还有 你要帮他借钱 你要贷款给他 银行不会贷款给你的 银行贷款给谁 你越有钱 银行捧着钱要借给你 你越穷 银行绝对不会借你 所以银行是替富人服务的 银行是不替穷人服务的 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谈 另外一个概念叫微型贷款 所以政府要融资 还有这里面是谁要干的 Data 学校要干的 这件事情产观学 学校永远要跑第一棒 那我知道我们学校没有跑第一棒 因为台大都没 台大不能说没做 没有大规模的在做 那连我们都没有办法 take the lead 那你觉得 那其他的学校有可能吗 那台大没有take the lead 下个问题来了 政府的法令法规谁定 Data谁take Tool谁develop 公务员谁训练 都没有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跑第一棒 那第一棒都被删证了 那第二棒第三棒到哪里去呢 所以这里面其实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这是我2008年提醒大家 我在2008年告诉大家 要课探税了 大家都在嘻笑 课什么探税 2023年欧盟失算边境探税 2026年欧盟开始课探税了 已经要发生了 可是2008年做到现在15年 到2026年有18年的准备时间 我们今年才醒过来 too late already too late 这是一个十多年的准备 这是一个十多年的准备 所以面临所有的 国际的protocol 探税 未来你说的产品要有一个 sticker 叫做carbon footprint 过不久 我几乎可以预测 过不久 我几乎可以预测 过不久要有water footprint 所以以前叫ctp carbon disclosure 谁在做 会计师 这个也跳过去了 你看 原来是谁被要求做ctp 制造业 2010年谁被要求做ctp 银行 银行 你们讲说银行干嘛 银行贷款给他 他的探除机就在他身上了 所以我在民国100年 还没到行政院服务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proposal 叫做38加2 你觉得说 这么庞大的数字 那你怎么找到切入点 我告诉你 这38加是谁 认得他们吗 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他们有能力做 绝对没有问题 他们太有钱 他不做也不行 不做他不可能跟 这个上市公司打交道 NASDAQ 不会让他们上市的 38加谁 加台电加中油 这两个是国营企业 这他们本来就要做 我跟行政院讲 这40加打一个包 这40加里面 占多少碳牌 将近90% 这40加打一个包 你让公园院 你让台大 让几个主要国际大学进来 帮他们做碳盘查 帮他们把碳降下来 这样子我们的绿能产业就起来了 我在讲的故事是民国100年 结果院长说 这个proposal写得太好了 派我去工程会当主委 后来到电政部 这些事情我都不能谈 这些事情我都不能谈 都不是我主管的业务 所以很遗憾 我们missed the golden opportunity 所以现在更来更多了 台大能源中心在2008年 给我的数字是 以当时排弹的速度增加 我们到2030年还多久 7 years from now Oh no 6 years from now 我们要被磕掉5000亿到8000亿的碳税 什么叫碳税 你的碳储器排放太高了 你要销到欧洲去 我就要磕你碳税 2008年二氧化占一顿 一顿30块 你知道现在二氧化占一顿多少钱吗 110块 我告诉你明年会变成200块 所以你们要买期货 赶快去买二氧化碳 所以很遗憾的是 我这已经是正在发生 火已经烧到眉头了 我们只能讲说 我们missed the golden opportunity 当风电开始运转的时候 我们要给欧洲人一年1000亿 我们要付人家一度7块多 请问你 那你怎么办 这个都是很现实的很现实很现实的 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是现在最热门的 碳中和净零 付碳牌 我刚刚讲台积电 买掉卧续90%的风力发电 是干什么 买赎罪券 让我的数字平衡 这叫碳中 过不久告诉你净零 对不起你不能买赎罪券了 你这家工厂自己的碳就是要零 可是我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业者 说好好把工厂全部找世界最好的专家把它重新设计 会不会变成零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台电的电叫张电 你只要用了它的一度电 你就要承担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能源政策那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很专业的来面对 然后到了最后是付碳牌 因为这是人类的问题 我想我必须要做结论了 因为你们已经要下课了 我也没声音了 这叫ESG 奉劝各位 大学毕业以前 请你们把它搞清楚 如果可能的话 把相关的证照全部考了 以后你们拿到工作 可能是因为这个 你会拿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可能会比你的这个Diploma还值钱 所以 黄碳、铝碳、蓝碳 碳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就不谈了 不谈了 因为真的要下课了 我在2008年问自己 问台湾 我们站在思路口 我们准备好了 很遗憾 我们miss掉所有的timing 我们把危机 不但没有变成转机 变成什么 变成国家危机 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国家危机 这是我们必须要很专业的来面对 不是很政治的来面对 政治解决不了问题的 学语呢 赶快变聪明吧 政府要变聪明 你们要先变聪明嘛 你们不变聪明 永远在跟人家 跟着私人衙会 跟着这些政治人物下起哄 自己要了解我们碰到什么问题 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把自己充实好 我今天时间很有限 只能跟你们讲其中的一小块 每一个问题 都可以跟你们讲两个小时 所以赶快 让自己变聪明吧 在大学 我不想你们哪一年会毕业 好好地把自己充实好 让你们 ready for the challenge f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OK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